整个周边竟然还有个这么好玩的古镇 能都赖过没 而且还不要闷瓢开车 只需要40分钟 这里就是同盟古镇原家村 里面有一整条的小吃街 忙买都不会踩雷 关键是价格也很勤勉 这边肯定可偶吃 你看多少人这边拍对 这边还有现场点辣椒面的 还有这里的冰淇淋 朋友好吃的今天告诉你 来这还有什么好玩好逛的 哇这个手链竟然是真花做的 在这还能亲手体验蓝染 各种衣服和包包都可以做 还可以带小朋友来做泥素 还能画油画 DIY银饰 感觉我进到了博物馆里面 他们这都是金属浮雕工艺品 还可以亲手制作 可以自己制作勺子和碟子 这条巷子也太有感觉了吧 拍照最好看 在这还可以体验木雕 还有一家好看的服饰店 他们家的衣服都是棉麻材质 手工染色的 衣服都是自己设计的 所以穿出去肯定不会撞衫 这边晚上真的好热闹 你看正多人给这吃饭了 晚上可以住在靖客栈 它这个环境真的好美 他们家每个房间都带一个小楼台 你看这个角色真的超美 结果黑栈都变回去了